Audio组件可以在小程序的页面上面去添加音频 用一个Audio 它的Poster这个属性设置的就是这个音频的海报 设置一个图像的地址 然后再添加一个SRC 这个属性的值是音频文件的那个地址 可以用一个MP3文件 然后可以添加一个author 去设置一下这个音频的那个作者 再用一个name去设置一下这个音频的名字 然后再添加一个controls 去显示控制音频播放的一些东西 那么现在在这个音频上会显示一个音频 点一下播放 可以去播放这个音频 有几个常用的视角 我们可以把它绑定在Audio组件的上面 先用一个bindplay 在播放音频的时候会执行它 用一下play 再添加一个bindpause 视角处理我们可以使用一个pause 暂停的时候会用到它 再加上一个bindended 结束播放的时候执行一下ended 再到页面的主逻辑文件里面 去添加这几个视角处理 先添加一个play 把视角对象交给它 然后在控制台上面再输出这个invent对象 再添加一个pause 同样在这个控制台上面输出这个视角对象 还有一个ended 再到开发手工具上面去预览一下 点一下播放 会触发play 暂停会触发pause视角 你会看到视角的type是pause 结束播放会触发ended视角 添加视频我们用的是video组件 先添加一个video 它的post属性设计的就是这个视频的一个封面的图像 src属性的只是这个视频的地址 那么现在你可以看到 页面上会显示一个视频 这个video的object fit 这个属性可以去设置内容的一个填充的方式 比如我们可以把它设置成cover 那么这样这个视频内容会保持自己的比例 去填满这个视频的容器 要显示图像的话 我们可以使用一个image组件 添加一个image 这个图像的地址可以放在src这个属性里面 现在因为上它会显示一张图像 我们可以把之前为这个image添加的样式给它去掉 那么你会发现这个图像的显示的比例会有一些问题 这个是因为这个图像的容器的比例 跟这个图像本身是不一致的 我们可以先在这个image组件的上面去用一个style 添加一点样式 给它设置一下背景颜色 然后我们在这个图像的组件上面再添加一个mode属性 先把它的值设置成aspect fit 现在这个图像会保持它的比例 并且会缩放显示 注意它的上边还有下边露出来的灰色部分 其实就是这个图像容器的多余的部分 我们可以再把这个图像的宽度设置成100VW 让图像保持自己的比例 并且占满整个图像容器显示的话 我们可以把mode设置成aspect fill 感谢观看